我這個其實最近在外面媒體其實也有諸多討論我到底是哪一國人 那當然我是要選中華民國的副總統 我是中華民國人 但是我出生的時候我不是在台灣出生 我在日本出生 那我爸爸是台灣人 我媽媽是美國人 所以我小時候家庭還蠻國際的 這個是我 我又是在最中間那一個 大家可以看到最左邊是我的台灣阿嬤 那我台灣阿嬤是彰化的賀米郎 那他在那個年代沒有機會受教育 所以他基本上是不識字 也不會講國語 更何況是英文 那我美國的阿嬤就是我的外婆 我們都叫她咪咪 她講英文的 所以美國的外婆來台灣看 這裡有兩張全家福的照片 美國的外婆來台灣來看我們的時候 跟台灣阿嬤溝通的翻譯是誰 就是我 所以我三歲就開始在做翻譯 所以我一直覺得 我好像出生就是要當台美之間一個溝通的橋樑 因為自己家裡面的溝通 我也需要有一些貢獻 那基本上就是台語跟英文之間的溝通